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蒜香手撕面包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200克的高筋面粉 先加入两克盐 三克酱母粉 再加入15克的白糖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先打入一颗50克的鸡蛋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85毫升的牛奶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再下手把它们揉成像这样偏软一些的光滑面团 接着我们先加入25克室温融化的黄油 然后再把它移到面板上 像搓衣服一样继续给它揉搓10分钟左右 一直揉成像这样细腻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揉好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常温醒发的两倍大 接着我们在30克融化的黄油里面 先加入3克盐 再加入20克我们提前捣碎的蒜末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后 放一旁备用 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 我们的面团就已经醒发好了 接着我们把它移到面板上 先给它折叠几下 排除里面的空气 然后再把它擀成一张厚度约3毫米的 长方形饼皮 擀好后我们在表面再均匀的 涂抹上一层刚刚做好的蒜蓉酱 最后我们在表面再撒上一些提前切好的葱花 接着我们在饼皮的表面 横竖各给它划上两刀 切好后我们再取三张面片 先像这样把它们叠在一起 然后我们在中间再给它划上一刀 都做好后把它们依次放到费有硅油脂的模具里面 然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二次醒发30分钟左右 醒好后我们在表面再刷上一层黄油或者鸡蛋液 接着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 烤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蒜香手撕面包吃起来外皮金黄焦香 里面非常的松软 还有一股浓浓的蒜香和葱花的香味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